我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人房车出行呢? 其实买房车的初衷是想带着年迈的父母出去看一看世界 我不是什么富二代,只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有一个大我七岁的哥哥 母亲泪风湿多年来都行动不便 父亲已经七十高龄 2021年5月,我卖掉车,辞掉工作,没有任何优移 二手车市场,看车,买车,一个月时间搞定 我知道我的决定很多人都不赞同 但那又如何,钱是挣不完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我还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但父母年纪大了 趁他们还能走,我还截然一生 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让我知道不是很多人都能适应房车生活的 我爸喜欢风景,喜欢人文,喜欢北京 那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情怀 于是我们一路披心待跃 我开车做攻略,我爸做饭 刚开始也许是房车旅行的经验不足 房车生活看似美好,其实琐碎不堪 对于我这个房车新手来讲,还在适应摸索中 每天都鸡飞狗跳 为了证明我是我爸亲身的 所有的倔强执拗都如出一辙 习惯和意见经常冲突 一个月后我和我爸都筋疲力尽 这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呢 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 我曾一度纠结 后来我爸先我一步回到了新疆 那就创业吧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发展成事业 适合远方都需要经济基础 我没有团队,也不够专业 只能比别人更努力 我一个人开车,住车,找水电,安排行程 应付路上发生的所有情况 拍视频,剪视频,直播哪一样是容易的事 有很多网友质疑我是为了流量,为了带货 凭自己双手努力得来的,有什么不对呢 我无数次想过放弃,又觉得不甘心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都要走完 热爱真的可以抵岁月漫长 就这样我一个人漂泊流浪 不知不觉一亿年时间 渐渐的我越来越喜欢 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简单充实疲惫且知足 感谢这一路陪伴的粉丝们 总是在我迷茫失落的时候 给了我无限的勇气 我还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我到何时不确定 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一辈子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是大可 我的决定,对吗? 值得吗? 你们支持吗?